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杭宗盛, 李宗盛, 》 宝盛, 王 Parte, 神, 彼, 、 宋盛, 詩啊 詩啊, 詩啊, 詩啊出品 《大佳的地》 终于人生不爱乃志 从头都无恶不齐 下水通暗咖 小雪旁连天 因为我当时小的时候很皮 什么都镇不住 然后那位阿姨实在是没办法 然后她就唱南音 结果她一开赏 我就马上安静下来 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问那位阿姨 我说 这个是什么 她就跟我说 这叫做南音 读小学的时候就参加了 这个南音社团的南音演唱 说到南音也是 我也是非常兴趣的 她要走进来 首先要静下心来看 先来听 那听了是什么 她其实就是在跟以前的人的对话 这个过程很长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的选择比较单纯 因为我一进来就是师父领着 就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 对于在泉州的其他的艺术 各个方面影响也很深 特别是她也成为泉州跟台湾 这个艺术界大家都很熟悉 观众都很喜欢的一种音乐 我得深强的愿望 就把她这个强行起来 她俩能够如像 留个下一代 我觉得还有一种传承的力量 跟责任在我们身上 因为现在真的很难得年轻人 会喜欢这一块 对 风打梨 不只是去摘下来 风打下来 那个梨就非常好吃 风打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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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记住这个 红柿好吃 烧烧出锅 烧的出锅边 那边 烧饼刚刚出来了 那个好吃 对 讲真正的 对 酒喝的乳酱 乳酱来到酒喝的 好吃 好 你说得到 烧水烫饼 我们的高人烧水烫饼 你就舒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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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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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酒 意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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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不准快弄 孩子的时候并不是很懂 然后家里人呢 因为在门南地区黎恩西 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后他们就 我的父母吧 还是说可能感觉说 小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 然后就把我 就是送到黎恩西 来学习或是接近 然后主要也是因为 黎恩西的老师啊什么 就觉得说可以栽培 因为年纪我比同届的 偏小一点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可以栽培 然后就把我吸收到了 吸收到了黎恩西的 黎恩西表演班这样子 然后一步一步 因为我是比较小 就跟着师父 隔年嘛就跟着师父 一直跟到现在 在家里面 会给你 阿贵,你们都 这个过程很长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的选择比较单纯 因为我一进来就是师父领着 就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 我就像他的儿子 也像他的孙子一样 他就一直养着我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有很多老师 因为我年纪小 受到的关照比较多 就等于说是 一进来就是门里人 他就帮我 把我当你儿子养 把我当这个戏 这个剧种 这个剧团里头的一个苗 苗子会是一个什么 他就这么养起来 然后到现在 如果问我自我感觉的话 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家 我也没有觉得说 有很乐情 因为你就在家里头 你应该做事情 你应该干活 你也应该吃饭 你放肆 怎么样都应该在这个家里头 我的自我感觉就是这样子 我的好啊坏啊什么 我们都是在这里 然后老师长也坏也会批评我 但是好啊什么是无微不至的 就是养着我嘛 就是我的经历是这样子 我最疯-啊 量 老师不要不要挣 老师不要挣 你看oll 老师不给挣 4 3 4 4 6 6 今天这个戏你们刚刚看到排练 对于我来说个人的意义确实很大 就十八岁就跟着这个戏从他复排 这个戏至今已经十年二十年 二十年吧 他从创排到已经二十年 然后我是在这个戏的第二个十年进入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刚刚成熟 老师就直接让我担任你八个角色中的一个角色小鬼 那个时候就跟着老师旁边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有针对性的调教 或是领着说 从今天你进入开始 你靠近这个戏开始 你就要有 他希望我有欲望去学习 也希望我继承他 就是继承这一切 这舞台上的这一切 然后就一步一步一场一场 到至今是第二个十年 然后我是刚好就第二个十年 他最辉煌 董僧女士得了精品 排练精品 他得了精品 然后在全世界巡演 法国 巴黎 希腊 很多个地方 就这个戏走到的地方 我都跟着走到了 然后终于到了第二个十年 到了我应该去完成它的时候 或是说我应该把老师的一波 接过来的时候 就这个 你们今天看到这个是 刚好这个卡 我必须做这些 而且我很想做这些 这个 好 God 我需要你 来自己 来 嘘 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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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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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腿 高科 高科 超大 高科 中文字幕——YK 我爸妈是因为听说过离元戏 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剧种 然后我们去学校选的时候 我刚好被选上 然后回家跟我妈说 我妈说 不错的机会那里去试一试 然后啥都不懂就去试了 然后就进来的 一开始其实挺不懂的 因为也不会喜欢也不懂 因为一开始觉得离元戏 是很遥远的一个词 那这种东西呢 你要跟十下年轻人说 你不要看那个 其实一下子让他们走进来 其实不那么容易 但是他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是 你要静下心来 就是要他有一个要求 他要走进他 首先要静下心来看 先来听 那听的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在跟以前的人的对话 跟历史在对话 你如果真的 我们平时有在读书的话 有在感受的话 其实你从离元戏 一开场 锣鼓声一响 你就要知道 就像博物馆里面的艺术 但是它是活生生地呈现在你面前 而不是挂起来的 它是以前留下的东西 它现在还在你眼前呈现 你可能在同一个瞬间 在几十年几百年前 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 同样看这出戏 你在那种时候 你用时空穿越 我觉得这种 有时候我是很感动的 就是我们到现在 还能够看到以前的东西 这种我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年轻人 他如果知道 他这些我们这种古老 这种价值的话 文化价值的话 我想他很容易走进来 只要他静下心来 他如果不静下心来 以另外一种时尚的标准 那种现代的标准 来衡量这个古典戏剧 古典这种古老剧种的话 其实他会有对比 然后他心情进不下来的 他得放下归零 我觉得是要这样 然后重新去感受 就像比如说 他走一个科部 你要想想 我们一个科部 一个音符的行程 那都是慢慢的 历史里面慢慢泡过来的 现在舞台上的 任何一套城市 都是几辈人 一直传承 可能还在创新传承 创新一直保存到现在 才有你舞台上看到的 可能相对精致的 一个折折戏 或者是完美的一个戏 对吧 那我们现在在看 其实就是在 跟以前的人对话 欢迎订阅采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打城西是一个古老的技种 就是说我们全世界的宗教 历史上没有一个西班 唯独中国的道教有这么一个西班 化缘就是在我们正江市小康园村 因为小康园村它有道教有700多年的历史 那这个打城西正式成为西班 是1860年就开始正式大台演出 本来这个打城西原来有一个叫做打桌头城 桌头城就是在王源的灵墙表演 那这个桌头城是唐朝旧有 后来发展到的图教城 就是有一些艺人化妆参与表演 比如说演出的一些牧连戏 李世民游地府什么这些片段 跟道师一起演出这个地的阶段 那最后大台演出是1860年开始 这个上午台演出 那这个打城西原来是一个宗教的技种 本来就是说李宣扬的这封建云建 其实这个打城西它的演出主要内容是欠善 还有这个高尚这个孝子 就是你一个人生前一个要做孝子 再一个要欠善 你这个善先做好事做善事 此以后会生天堂 你干坏事死后会下地狱 就这样 但是我们解放以后 这个技种受到重视 因为当时我们刚解放的事 就是什么提倡 这个男女自有原来 我们这个当时的兴奋烟化 所以这个打城西就没有才子家人的戏 比如黎安西有陈山无良 黎压山 所以政府就非常重视 那我们打城西不是重视 那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彻底砸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 各个技种都恢复起来 唯独打城西没有恢复 考虑的就是要怎么样把打城西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强求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强求这些木梁旧母 李世民游丢啊 包括今天晚上演出的像这个什么如荆 这些传统戏 那这些传统戏呢 我的传统戏的愿望就把它这个强求起来 排到能够如像留个下一站 打城西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打城西是什么 就我们这个地区 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打城西的人事 所以我传统戏的愿望是这样的 打城迎接路关贵秀山 只刷枝狗 你翘我翘妹 也许你翘我翘翔山 我刷枝买米梦 乌米梦 乌叉 你一担啊 开门啊 谁啊谁啊谁啊 你哪是飘命啊 我们就不过担火 回来哦 俺 anche练 Side 转转奔 额 是 南音也叫南管 也叫弦管 实际上南音乐种 它是一种音乐 这个乐种本身在泉州这个地方流传的时间非常悠久了 对在泉州的其他的艺术各个方面影响也很深 特别是它也成为泉州跟台湾艺文界大家都很熟悉 观众都很喜欢的一种音乐 但是泉州的提线末尔它有自己的剧种音乐叫傀儡调 据我们所了解 泉州的提线末尔戏至少在唐末五代 已经在泉州和泉州的周边地区已经很流行了 包括很多的古老剧种 比如说普鲜戏 比如说黎元戏都受到泉州末尔戏的就是提线末尔戏的很多的影响 它的音乐同样对后来的其他的剧种 比如泉州地区还有高甲戏 还有打成戏 还有布袋戏 不仅从表演艺末尔戏 因为提线末尔最古老吧 所以对其他的后期的剧种有很深厚的影响 它的音乐同样有很深厚的影响 那对其他剧种影响很深 比如说后来的剧种像打成戏 它是一个宗教科宜的戏剧 它是道教科宜的戏剧 它还有布袋戏 那基本上就完整地用了傀儡教的音乐 包括它的后长 它的文物长一样 泉州这个地方几百年跟莱茵 跟黎元 跟其他的剧种共生共荣 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间 它自然有很多的互相的吸纳 以此来丰富自己 来提高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 那你提现墨戏光高亢还不足吗 常常讲光高亢不足 它当然它有些很委婉的 很细腻的东西 包括它的一些后来的一些 不是主要乐器 是伴奏乐器 它整个乐队的建制 也受蓝音的很多的影响和熏陶 所以这种艺术呢 我们是只能这么看它 它都各自有自己的源头 就是我们说其来有志 那再有一个呢 它们在长期的共生共荣的 互相吸纳 互相影响的过程中间呢 也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这就造成了一种 彼此都在丰富 彼此都在发展 而彼此也没有丢失自我 这么一种状态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那个蓝音跟傀儡调的关系 是再好不过了 可能这个机缘来说的话 可能是大多身边 就是父母身边的 那个朋友 都是在木耳剧团工作的 所以可能从小也有这种 虚难的感染力 所以就会喜欢上提线木偶 对 我倒是觉得说 现在每招一批都是 算二三十年才招一批新生 然后我觉得我们不单单 是在演出这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种传承的力量 跟责任在我们身上 因为现在真的很难的年轻人 我们会喜欢这一块了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当然 这种应该是 也是要靠个人的喜好问题了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再怎么样 他都不喜欢 对 这要看个人喜好 我们是没办法去阻挡他人的 但是现在我们团 就是经常会去幼儿园 这一些地方 就是经常就是 可以就是熏陶小朋友 陶冶小朋友 就是有种喜欢小木偶的这种兴趣爱好 让他们就从小开始有接触 对 然后等到他长大 喜欢与不喜欢 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我最早学的是男婴 全州的男婴 然后在初中的时候 有开始这么一个培训班 然后就培训了两年 后面就那个培训班老师 叫我们上一校 说那你有更好的环境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就去了 去完之后发现 还有更好玩的就是提现木偶 然后后面就经过校长 学校校长那边 把我们拉到这个班里面 然后就慢慢地学习 慢慢地兴趣越来越有 最好玩的就是可以让你用很多想象的空间 很多像人戏一样是戏曲 人戏做不到的 木偶可以轻而易举做到 甚至能做出更多 他们想象不到的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耐心吧 因为这种东西就要你沉浸下去 一点一滴的慢慢去累积累积 因为很少有人说 一学就会一学就会的这种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偶尔要静下心来慢慢 因为现在这社会跟以前不一样吧 我们现在又有电脑 又有手机软件各种游戏各种七七八八的一大堆因素 可能会多多少少会让我们影响心情 所以你们现在搬来这个新的地方 跟以前那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以前那地方是在四楼 然后要爬来爬去可能会比较高 这边是二楼 所以比较相对没那么累 其次这边的房间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然后那边空间会比较小 所以这边会更适合我们居住 我们也是定在这边的人 那边只是先暂时住一下 因为之前这边还没打理好 现在打理好我们就可以搬过来了 因为团体里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在外面也有房子 或者本来就是市区的人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 会住在自己家里面 这样也给我们像我们家 离到这里比较远的人 腾出一点空间 就是说看你需要的话 居然会提供宿舍给你住 如果你自己在外面自己租房子 或者自己有地方的话 那就可以选择不来这边 这是泉州木耳剧团新的团子 新的团子 泉州木耳剧团新的团子 今年是落成了 即将搬进来办公 这个是剧场 这个是剧场 所以平常会附近的表演 然后观众可以来这边看 这个地方 这里面平常都有 那个惠民演出的公益性演出 都在一般都在小古典剧场里面 古典剧场那边 这个剧场今年11月份要承担了我们 从泉州市的亚洲艺术节 跟泉州市的国际木偶节来活动 所以它主要是大型活动 这个剧场的观众戏比较多 将近500个座位 你们看一下 那我们就先进去 先进去吧 来进去看看 06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批飞鱼项目 对 飞鱼项目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开始规划 可以 对 然后 2012年的11月份 列入了两个联合国的 约束世界名册 约束人类 飞鱼项目 约束世界名册 那这块大厅 我们旁边有 十几个这么 这个窗 玻璃窗 那这些都是要排那些 食物的 食物的 木偶 蒋状 一些交流 文化交流的礼品 这两边 展品 展品 这些都是我们获奖的一部分 其中的一部分 很多的奖项 像这些奖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国家级的大奖 对 好 好 小心哦 这 滴水 小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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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音控室 这个剧场啊 不单单可以表演木偶 嗯 这个歌剧啦 什么戏剧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传统文化是很费支持的 对啊 就起码就是保护跟宣传的 他们现在都做得很好 很想要让这件事情可以好传 这个政府非常重视 嗯 嗯 那全球木偶剧团的全体 演资演也非常的努力 做这种事业 对 也是有做起来啦 就是政府也有看到 你要做好 政府 各界才能承认 承认对不对 嗯 对啊 如果没有一个成果 别人也不会想要承认 嗯 我们再往后面 走一下 补点小剧场 对 你可以补 对 你等一下可以补 好 来 我们到里面 好 这个座位 大概在130左右 嗯 130多个位 位置 那平时我们的小型的演出 多到这里 嗯 这里 台是小了一点 我们这边有个 有个小的那种表演的舞台在这里 对 人就站在地上 所以等于说你们现在这边还是以谣言为主 对 星期五星期六 每周 就是那个公寓性演出 不收费的 嗯 我们每 这每次演出都满满的 哇 这都满满做 嗯 所以观众他们 你晚一点来进来就没位置了 哦 嗯 所以他们很好 就礼拜五礼拜留都可以免费欣赏到 对对对 每周都有欣赏 可以多来这边看 看戏 哦 不收乎那个门票 哦 对啊 你先到还是先坐 对 位置满了你就来到里面这样坐 哦 嗯 所以他们很好 就等于说连团员都可以固定 这样的 对对对 展现 然后观众也可以知道这个文化了 嗯 然后平常就在生活里面 嗯 嗯 对 这个高时候也 国际末节啊 也会承担了那个小型的演出 嗯 嗯 尾尾尔 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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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在班级里面 然后团里面的老师的领导 然后到我们这个学校去招生 那时候我们校长 就推荐我来报考这个专业 就是一般现代的年轻人 都是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流行的 通俗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个人的 这个比较偏向于传统艺术这样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能就是坚持这么久 我是从13岁就开始学习这个长中末 然后一直到现在工作 也有20几年了 所以这么一个漫长的这个时间 就是有一点我是非常喜欢 所以能坚持下来 所以你最喜欢它的什么 因为你刚才说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木偶是有别的其他戏种 它比较有特色 然后它就是表演形式 跟其他戏种也不一样 就是觉得很有偶趣 是这样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木偶 就是我们这一次排演的 这个龙山情缘的主人公 增养症这个男主角 所以你要不要边表演 边解说一下 让我们知道它的特色跟它的动作 我手上拿的这个 长中木偶是 之后改革的 它有加机关的就是 木偶的这个长度比这个传统的 稍微大的点 这样一拿起来 你们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有对比了 这个是传统的布袋戏 它是没有加机关 就是直接靠这个五个手指 手掌直接套进木偶里面去表演 这样 这个 那这个 手上拿的这个 另外这个 有加机关的这个布袋木偶 它就有这个关节的这个东西 在形体方面就比较完善 那表演起来 动作更加的丰富 转声 一提颜 rude 王 我 う 走 我们这个剧团叫做 进江掌中木偶剧团 然后12年有文化体制改革 然后又挂了一个牌子叫 进江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那这个是国家文化改革的一个大趋势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布袋末系 南派布袋末系是传统的文化 然后从国家这个层面 它对传统文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 有做了一个规划跟保护 所以我们都挂了这个牌子 那因为目前全国来讲 也有一些就是剧团 我们说剧团它改成企业 就刚刚我们有谈到的 它就是经济状况 经济这一块它自理 然后政府补贴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剧团还是说保留下来了 然后包括演员的工资 是由政府负担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在排的这个龙山情缘 传统居目是由政府来支持 包括我们跟全州一校的培养方式是委托培养 是由政府负担这些学生的学费 包括他毕业之后我们会择优 选择一部分人进来剧团 做一个传统跟传承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级的非物资文化遗产项目 南派不带木偶戏 然后一二年也列入 那个林俄国教科文组织的非议项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 子 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小时候 六岁的时候就学男音了 当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就是我妈妈以前是在做针线的 然后有几位阿姨到我家里去领 其中有一位阿姨她就很会唱蓝音 然后就有一次我妈把我寄在她家里 那因为我当时小的时候很皮 什么都镇不住 然后那位阿姨实在是没办法 然后她就唱蓝音 结果她一开嗓 我就马上安静下来 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问那位阿姨 我说 阿姨 这个是什么呀 她就跟我说 这叫做蓝音 然后她就问我 你想学吗 我跟她说 好听 我想学 然后从此就跟蓝音结下了不绝之言 当时那时好像 我刚毕业出来工作没多久 然后就听说要举行比赛 然后我就很兴奋了 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从六岁开始学蓝音以来 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一场赛事 可以通过这场赛事知道 了解自己 就是我学了这么久的蓝音 到底有没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成绩呢 所以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比赛 然后当时有一千多名选手 包括东南亚的也有过来参赛 然后当时是有四场 先出赛 复赛 决赛 然后最后一场是总决赛 那总决赛就是我们那个决赛的三位 就是一等奖的三位在比赛出冠亚继军 那当时很荣幸拿到这个冠军 当时我在读福建音乐学院 当时我学的是临美歌曲 然后我就是觉得学了这么多的那个唱法 我还是觉得蓝音最棒 对 真的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有学这个蓝音 所以就为了我今后学的这些声乐 奠定了很深的一个基础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旧就不能忘怀的眷恋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相恋 亚拉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我们这个蓝音社 在这个建这个蓝音楼 是有那个香港 香港那个有一个是我们安海人 我们聘他做我们这边的永远的那个蓝音社长 那他呢 看到我们这个蓝音社 现在人化展得很多了 那化展很多的时候 这个不够用了 所以说他那个毒枝 观枝 给我们建这个蓝音楼 蓝音楼蓝音楼的时候 它是一个人就二十多万 二十八万吧 二十八万来建这个蓝音楼 这个蓝音楼建起来的时候 是刚好是那个二零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的时候 它是毒枝关键的 那现在这个蓝音楼的时候 那个可以融蓝 一般在演奏的时候 是那个听众楼 观众楼 可以在我们社里面 蓝音楼 那个听唱蓝音 听唱蓝音 现在里面的人楼 可以那个座位 有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的座位 那个七十多个座位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一般 我们的社员 有一百六十多个人 但是经常活动的 一般是五六十个人 五六十个人 我们平常的时候 就基本上 就可以融蓝下来了 那经常有什么那个 外面的那个社团 跟我们来这边联系 就是说在我们安海 那个搞一个什么 那个活动 连番怎么样的 那我们一般 这边就是说在演唱 在楼上 那如果是有一般社团 比较多的 我们就在酒馆里面 是这样 可是这个地点很特别 因为我们看是在菜市场 这个地点是怎样 因为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般就是说那个安海镇里面的中心 每逢到星期六 星期天这个晚上 都很多人来喜欢听南音的 都过来听南音是怎样 有点点 在家中的地点 到达宇宙 我们在这里 有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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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里 他的名称 都尽 有点点 有点点 一岗三岁 千多多元 千多世 《串沙》 整串这个柑子我就感觉要提到 这个柑子就是这样 這樣下來 我們那個姓妹過的家 就是在頭上有時候空尾 就知道 風景也沒辦法帶到的麵 到來買這麼困難 蚵仔不知道要帶到的麵 或這個客人沒辦法 有一個帶到的麵 這樣來打枝了 我們要去打 撩來撩 那個帶到的麵 撩去撩去 你一直撩去撩去 會撩去 你沒有勞煩 我們人的警察 偶像是撩去撩去撩去 向我比較盼的鵝 這種的倒的麵 我們學會的那種鑑鵝 結得好 大家要好心情 大家要我出來跟他們組織起來 撩開桌 再來繼續撩去撩去 一會兒這樣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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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你什麼我什麼 總統就是我們兄弟 這樣撩去撩去 這樣衝突起來 就這樣 整個撩去 現在我們都要撩去撩去 撩去撩去 我們沒有帶人的錢 什麼 有錢的 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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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 帶的大部就價錢的 就是這樣 撩去撩去 撩去撩去 我們只能撩去撩去 不會再給你 跟他們 做好 那天 兩下來了 這一定會的 賺掉 精神ア一 奈五下來了 這一定會反對全海之戶 出現的 從來都不會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